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杭州老根内大鹅对阵北京微博的第三局 那前面我们看到杭州老根内大鹅确实状态已经起飞了 就如殷凯所说 像在S组的他的一个训练像是绑着沙袋一样 到了A组之后沙袋松了 现在已经剑步如飞了 对 相当于在S组我是一种扛压训练嘛 他们现在已经能顶得住S组那种进攻了也能拖很久 像微博其实刚刚平时也说了很多嘛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漏洞百出 他们在打进攻不论是在对线期的话 各种的小失误 就算你失误了之后啊 讲到一套这套阵容也是能往后去拖一拖的 但他们已经失去理性了 强开 看一下这局吧 红色方的北京微博其实有概率拿到阿古多马超体系 如果说拿到的话看能不能 阿古多要被杭州老根内大鹅先抢下了 这个是刚刚在局间我们俩就有聊到的嘛 就是现在目前对老根大鹅来讲2比0了 那其实是让小怀上战鞭最好的一个阶段了 在上一场卡位赛小怀上场之后 他的马超是没有机会拿出来的 这一局有机会看到了 这也是大家期待已久 包括这首也是可以以选代班的 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 来了阿古多马超配沈梦西 但是北京微博这局在红色方 他们如果说能够像上一局老根天那样子 就在红色方把这个康特佩克给做好 也是可以的 看能不能把这个状态给找回来吧 在这个对面的赛点局情况下 给暖阳拿了露娜 然后为他搬掉东皇 看张良应该也是下一个班位要处理的 对你搬东皇了 你不如把张良跟东皇全部解决掉 因为现在阿古多马超他也有很多 因为佛人机可以把这个带起来了 很多都放在了游走位张良 搬掉了 大的这边是搬掉蓝灵王加上摩亚 摩亚算是打阿古多马超比较好用的一个射手了 容易出优 而且在打架期间的话 他靠着自己的高回复 可以持续作战 双马和 加上小北的盾山 加上马超 就一个开团点 盾山 控制方面的话确实比较少 对于这个露娜而言 其实输出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配了一首装装 至于吗 就一个盾山 我知道今天就是 这局啊 以暖阳为和 就当大家的状态 就是整体都不是很高的时候 一定的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carry 对 那这把那也不至于因为一个盾山就选了一个装周啊 那选个太蚁 换了换了换了成了太蚁这还可以 太蚁的话那乔西会稍微舒服一点 保着乔西打发育嘛 然后野区也是一个发育点 其实他对线期是有优势的 敌人杰打马可嘛 但是盾山来的情况下 你没有那么容易攻破的情况下 那你就尽量打钱嘛 把你进去杀给打出来 等待着暖阳这里啊 刷出来了之后 入侵对面的野区 然后这把北京卫博的针对中心肯定就是对面的双马 一个是马潮 先针对马潮 后边就是针对马可 打红buff 就这两个方向 那就是这一局 北京卫博更多的 就是去限制对方的一个 马可波罗红区 确实是可以的 而且他没有一星 在团战里面限制马 马超也是可以的 没错 看一下上路的一个对抗啊 拿一个夏侯敦打马超的话 这局小怀的对线没有什么问题 就看对面会不会在节奏上面去针对他 就不管他对线的是谁吧 反正小怀的马超 对于杭州老人家大人来讲 就小怀还没上场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听说了 他之前是国一马超24527 24527分的马超 就是这个代号已经成为了小孩 就我们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嘛 对24527啊 这个比较洗脑 对24527 对小怀来讲 这是他的正名之战 对 这是他马超首秀 所有人都很期待 上场之后 小怀马超首秀 这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而北京微博现在已经0.2落后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状态 看短时间之内 能不能及时地调整回来 在红色方做的 Counter Pick是比较多的 看能不能针对到杭州老格列大俄 这套阿古多马超体系 好的话不多说 进入到比赛当中 大家好我是本招解说 骑西 我是本招解说 潇洒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开局啊 看到有一个保镖 顿山跟着马超去上路了 对 紫卧孤身一员 应该是帮马超先抢个线 然后去方便他在第二波中线对接的时候 吃双线 先把这个马盒养起来 然后中路的话 骑西一个人没有问题 他是沈梦西嘛 一个人抢线也很快 马超二级了 直接太急跑 直接要杀紫 紫卧闪线去之A兵了 两级了 那也没用啊 跑不掉啊 沈梦西也来了 只要是能二段翻滚 还滚上去 哇 这个动手速度可太快了 两边的思路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老验大哥就是快速帮马超升二的一瞬间 小怀直接看急跑 没带犹豫的 然后紫卧的想法不是跑 而是跟对面闪现对抢线 想要升到二级去撑 但是你的支援点是一星 对面是沈梦西 二级的沈梦西作战能力很强的 星线支援速度会非常快 一定会比一星先到达上路的战场 再加上对面有一个队线已经在上路了 给你亮的是名牌 那这下上路50秒的时间 没到一分钟就已经出到一血了 而且马超确实很舒服 拿到了第一个人头 就这两个局打下来 当然我看到这二次 我感觉北京微博还挺投铁的 就挺投铁的 这样子的话 现在就是得要慢慢的冷静下来 对 得稍微有点理智 对面明显是两个人抢线 然后几方这里的话 北京微博那里的话 支援的人只能靠中路 因为你是一个露娜打野 背回来一个态 以赤道塔伤 行语半血 往后走一步 对上也进塔了 这乔西耗着这个防御塔 小北修着 下路的话 老杨大哥这两个人抗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上路位置 河道之灵也是由小怀 马超拿下的 哇又是他的 一个一血 然后两个合道之灵 再背后来逼出来小西的二技能 马可一技能再扫 下路 乔西和小北的配合还是不错 江城和小北的配合不错 把乔西的这个血量 稍微压制住了一点 然后蓝猫这里开龙 拿到第一条暴君 很轻松 这条暴君很轻松 艰辛的位置 闪现被逼出来了 直接开啊 剑人就打 阿古多马超体系先拿这个暴君 打的还是很主动的 看一下 这是 三个评论员加上小路 全部都支持了杭州 老格连大鹅能够拿下这一局 对 他说暖阳露娜 我很害怕 小回马 小怀马超 微博糟糕 下路位置 右开 杉宇倒了 三级没有大招的 那这样的话 花卷来支援了 看有没有机会 身上没大招 逼出了江城的进化 留不住 黄牌还打上去 但是江城是有进化的 对 而且花卷大招 刚刚在中路那波用过了 还在CD 因为刚刚他们想杀剑星嘛 小怀马超 微博糟糕 哎 现在小怀的马超 在胜部发育得很舒服 两千四全场最高竞技 不好针对了 现在 你看他现在追着你打了 阿古都马超 看露娜了 暖阳进去 打一套 小怀的这个 二四五二七啊 目前发育得很顺 看微博怎么去针对一下他 目前看来暖阳往上走 已经 缓不住他了 因为小怀已经开始吃双线了 对 他现在已经是你拦不住了 除非你这里放弃下楼 让乔西一个人在下楼待着 星宇也过来 你四个人去打上 上线再来吃 剑星和蓝猫也在侧面 消耗了一下子墨的血线 暗影战斧了 四分钟 太快了 下楼的话 乔西黄牌顶住江城 消耗一套 但是上路的马超 是有暗影战斧的 他CD斜加暗影战斧 这个时间节点的作战能力 太强了 就跟马可拿了红buff一样 出了默示的马可拿了红buff一样的效果 这个时间段 马超已经3000经济了 暖阳路纳现在是2500 看看暖阳这里能不能制裁一下 小怀 直接看急跑打暖阳 哎呀好痛 一枪 再来一个收枪 暖阳这里段大姐走了 紫墨 保了一伤暖阳往后撤 对 如果没有紫墨在的话 可能这波得拼出个你死我活了 对危险了 就我们刚刚强调的是马超这里是出了暗影战斧 cd 鞋很强很强的一波伤害很高 而且小怀已经在补韧性鞋了 他双鞋先出来 标配 马超的标配 整体这两波看下来吧 小怀给我的感觉就是果断 他打马超就是果断 急跑从来不带省的 不带犹豫的 状态非常好 现在北京微博面对的难题是下路 敌人节压不了马可波罗 对马可也有红 看一下暖阳要不要逃多一波 小怀已经残血了 什么新大招 有机会 上路这一波让北京微博抓到机会 可是下路位置乔西被阅了 江城这一波是单杀吗 刚刚没有注意啊 有没有助攻存在 但反正看到江城是越过了一塔的位置 去追杀乔西 上路的话是小怀被暖阳加紫墨 两个人给摁死了 上路的马超你制裁了他一波 但是下路的这个马盒 起来了 看一下中路的位置 蓝猫被先打了一套 弹血了 球却去放出去 撑到了队友支援过来 暖阳弹血在塔下先被收掉了 那是一个一换一 后续还要继续追紫墨 有大招 有一个大招能跑 反向拍 拍下了马超 两连控 黄牌给到 哎呦 花卷的一发强化斧攻 跟过去带走了江城的马可 嗯 乔西这个黄牌给到江城的身上 那边爆发团战爆发的很 净反就是抢视野抢一个视野 一定要打起来的 这个红buff是被马超拿到了 但整体上的话对于老人家大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的双马全起来了 很转啊 先来看一下刚刚的回放 应该是个单杀 因为看到小北 抓到了乔西回城 是的 因为当时看到小北身上的助攻 当时还是两个没跳三个 对 那就是一个单杀 前面应该是先磨残了 才会有这一波 然后再就是中路这波回放 怎么抢线 其实北京微博少了一个人 少了个敌人杰 你看敌人杰在下路呢 他们四个人还是选择了开中路那波团 想要打龙被赶来的老格雷大鹅已经赶走了 顺势让江城收下这条暴君 两条暴君啊 全部都空到了杭州老格雷大鹅这边 其实阿古的马超体系 你想控我没有那么容易 对 但是这局他们控的非常的顺 是的 把视野卡得很好 无伤拿龙 五千经济 五千二经济的马超啊 挺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路纳的经济 路纳的这局的经济是要对比马超的 现在是四千七 低于马超 你就不是很好打 虽然你英雄上是有优势 但是你经济比较低的情况下 再加上马超现在开始做魔抗了 你就不是很好单挑了 身上已经补了一个暗夜小甲 任性邪也有 现在江城已经非常自由了 这个马可波罗现在身上是有红buff的 上去就用一技能疯狂好血好状态 目前这个阶段江城是比较 大招直接转了 身遇的大招被憋了出来 太阳这边复活站起来 再吃马可波罗一锁一技能残血的要回家 同时上半区已经打起来了 那样先杀了一个沈梦新 但是自己身上还有大招还能操作 能走能走 马超在耗血 小北在这个位置蹲了很久 过来背倒是乔西二技能直接交 反应速度非常快 交闪 拉开了身位 在上路打架的时候 小北就在这个草里 我不动 我看一下 我钓个鱼 看有没有鱼儿上钩 看到乔西在中路想要补线就直接上去背了 先来看一下上路这步回放 暖阳先蹲着 也是伺机而动 暖阳蹲了一波 因为对面进来的时候没有探这个草 所以他先把一个落单的剑心给下了 乔西 很明显 但是老关键大哥这边残血都没有阵亡 对都没有死 上路也是残血都没有死 三个残血没死 暖阳开始动主宰 十分钟前的最后一条主宰 还是拿下 现在对北京卫博来讲 就得指着暖阳这里的露娜站起来 有一波操作把马超杀了 那他们这个阵容就能压出去 中路越了 沈梦西开着二技能往后撤 大招打一下兵线 中塔是能够守住的 上路也在进攻 马超已经在赶去的路上了 但是这里江城被一星大招留住了 所有人击火 大招一死血没死 因为顿山架了一个大招挡住了第一阵的普攻 沈梦西大招砸出了他一阵的复活 复活没有触发 寒血西域得要赶紧往后撤 能撤队友在掩护他 这几波老杆架大鹅真的是自带名刀啊 全都是撕血逃生 对 其实两边的经济相差无几 装备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老杆架大鹅止损做的还是非常漂亮 没错 花卷这一局的一星 已经两个头了 这个蓝buff可能是老杆架大鹅要进攻了 暖阳这里的状态被马可压了一点 不是很好 暖阳借着小野怪飘过去打一套 呼叫队友过来帮他守篮 马可的状态已经比较差了 这个蓝buff其实不是很好去 还想尝试 这里顿山举了一个盾 挡在前面 蓝猫是被逼出了一个血魔之怒 收回自己的球球 嗯 感受了 暖阳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蓝buff 对 同时上路位置 乔西的敌人节 先是把红区清掉 然后再去上路把外塔推掉 其实这波北极卫博一个防守住了 一个推掉的塔其实是很赚的 对 乔西这个点他很舒服 他自己去一片野区还能推一个塔 然后蓝buff那边他也没有去 没有浪费自己发跃的时间 但另外一边的二塔要被马超带掉了 又是一星绑到了蓝猫的阿古朵 阿古朵被秒 五个人合力杀掉了一个阿古朵 前面可以大难不死 但这个时间段 北极卫博的伤害也慢慢起来了 顺便把暗影先锋放在了中路 想要拿掉这个中路一塔 只有拿了这个中路一塔 才有机会去控到老干迦大鹅的buff 尤其是这个红buff 红区 对 我们前面有说到过 前面要针对马超 现在马超你摁不住了 你要想办法去控马可的红 削弱他的战斗力 刚刚江城是拉了一下这个巨龙啊 我不想让巨龙离自己的防御塔太近 他想提前清 对 塔前清掉 那这个中路的巨龙已经被清掉了 而且这个塔是没有摸到的 先碰这个暴君 但是身上有羁绊不好直接去打 勾引一下对面过来吧 感觉北极卫博是不是想打团了 想 想要利用这个地形 对于一星来讲 他的大招很好封锁 小北的魔女也做出来 现在马超身上也有一个大的魔抗装 永夜 但还好的是马可这里还没有 所以暖阳这里还是有机会去击杀掉马可的 张城是先补出了冰甲 而北京卫博其实法伤现在挺高的 一星现在经济也不错 面具加上冰杖 宁丁之息已经做出来了 只要他大招留住马可 对于露娜来讲就比较好打了 就能挑 看到了马超在上了乐头 这波北京卫博直接开龙 暖阳也是边打龙边借助龙 去跳到对面的人去消耗血量 小北有一个绕后卫 那星云看住了这个草丛 看这个龙又被秒了 暖阳拿下了暗影暴君 一星大招留住了一个顿杉 这波团战还要继续接啊 暖阳冲进去吸到三个人 马可直接转大 刘暖阳暖阳断打走了 但正面的话下后盾 不对 看一下江中这里就追着暖阳点 很残 什么希克雷 抱过去那花转那里 配合敌人杰杀掉了江城 暖阳的大招好了 闪现往后撤一步 子墨再往前追 但是输出会跟不上了 也留不住了 我感觉现在老根爹大鹅的伤害量 有点灌不死北京卫博 对 他们的控制不多嘛 看这波吸到两个是一波机会 接着老根爹大鹅两人击杀 这波团战打完之后 老根爹大鹅倒了三人 中路一塔也被北京卫博 都给破掉 北京卫博 我发现他们是这样前面两局 当大家不是 就是都很看好他的时候 感觉状态有点没有回暖 然后这局大家都看好了 老根爹大鹅的时候 北京卫博站起来了 我不许你看不好我 我一定要站起来 通过团战打回来了 而且刚刚那波是江城追的 特别特别的上头 他是交了各种位移去 想要去击杀暖羊 今天老根爹大鹅的状态确实好 但这局确实在伤害方面 控制方面 稍微差一点 马超没有什么很好的 进场的环境 流人能力太差了 你看江城这里 靠着自己一个人 他就盯着暖羊 他看暖羊这里 端大了之后 他交了所有的位移 包括进化 姐对面的控制 为了杀暖羊 但杀不死 导致了自己 被敌人姐闪现 普攻加上花卷的一个二技能 就加上自己的一星的技能 给杀掉了 然后有一星和太乙保着 小华也不敢进场 因为他的起跑 刚刚已经用过了 如果说进场强换 巧夕的话 可能也换不死 然后就是这么回中了之后 又被暖羊 用兵线当踏 当跳板 直接过去控住两人 黄牌给大家过躲身上 蹲杀杯 马超一个绕后位 只冲到了巧夕旁边 他已经给了一个复活出来 马超一身上去 捧死了巧夕 并没有复活站起来 另外一边再继续输出 暖羊也在借着蹲杉 往后排跳 还在继续刷 任劲当中再吸一个 暖羊上去先下了一个蹲杉 之后还没有断大 下后蹲过来控住了江城 但江城这里 直接被紫波给带掉了 暖羊还在笑 暖羊撕血 还有机会配合花卷 杀掉了小华的马超 完成了对于杭州 老干天大鹅的团战的胜利 老干天大鹅现在控制不足的劣势 显现了出来 暖羊进场 没有人能够去限制他 非常的舒服 全是跳板 可以让暖羊去选择目标飞 现在只剩了健心一个什么 接冲了有一波兵线需要他枪 但是北京卫波直接开了一个加速 想要直接冲死健心 健心身上只有一个大纲 已经交过了 这波兵线并没有轻掉 如果他还好出兵线了 看他能不能拖到队友复活 一心大招封了一下健心的位置 一波不掉了 因为马上要复活了 其实江城这局 他没有先补魔女 而是先把这个兵甲做出来的 原因也在于 他希望能够补一个控制 如果说他能进场 在空的那一瞬间 把暖羊秒掉的话就好打了 没错 看这波回顾一下 顿山的先手 为马超创造了一个进场的机会 因为太阵的复活 给到的是花卷 并没有给到乔西 所以乔西第一时间倒了 但是看暖羊 它是一个满状态 就马超的急跑加四枪 用完了之后 没有高爆发去堆死这个露娜 也没有控制 去限制露娜的情况下 那就很舒服了 加上花卷也帮忙控了一手 就补点输出补点控制 对 但是震神拉到了小怀的马超 马超半血 回头出了暖羊进场了 暖羊进场进去吸三个 他也在进去给个控制 顿山架出了自己大招 挡在前面 但一星大招留住了四个人 输出不好跟 什么系这个大 打到乔西身上 敌人间残血了 往后撤一波 马可的大招也转上去了 那这波两边的技能都交差不多了 暖羊选择了再次进场 拉一套 江城的进化还没有好 这个团不是很好接 哎呦 这波暖羊是飘大 断了 断掉了 但对面不一定知道 是的 他直接就去A这个龙 想把这个龙给秒了 场景拿下 再往前追 但是蓝猫 也在这个龙被拿下的一瞬间倒下了 想要往前几时也去抢这个龙 没能成功 现在就是对 暖羊路纳的限制太少了 他直接换出了一个复活甲 刚把不祥征兆给卖了 就是如果对面敢抢的话 可能这波就要博命了 花卷已经快超神了 现在是六杀零死五助攻 就团阵当中 他很舒服的点在于对面 第一时间优先击杀的是乔西 因为你是射手位 第二个目标就是盯着暖羊 第三个才会想到的是花卷 所以花卷在人群当中 就没人理他 他就无限输出 然后队友也能帮他拖住很久的时间 他自己身上也有被动 对 因为在大家潜意识里边 觉得团战里边优先击杀的对象 肯定不是你这个异星 大家都觉得异星的伤害 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你让他打得太多套了 他的伤害就起来了 对 你不管他 他的伤害会在团战里面跌得很高 但是你管他吧 很亏 那这个露娜和敌人杰又一起飞了 对 你不得不管的是这个敌人杰跟露娜 我感觉从这一局开始 北京卫博状态已经回暖了 这局打得很漂亮 这局打架打得很多 是的 打出了手感 暖羊也在关键的时刻 将局势给拉了回来 嗯 星雨出到了奔狼了 下路位置的龙 后面还有一条强化龙 现在就是北京卫博 在打团的时间不要失误 尤其是对于露娜来讲 他要稳一点 我一点跳 他就不会断大 嗯 这个时候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 什么西大眼招 我先打掉乔西的魔女 小怀的侧面这个位置 露娜不在的 中路已经露视野了 想要直接绕马超急跑一开上去 打了一个扔枪加收枪的伤害 再回头戳的是紫墨 紫墨这里还蛮肉开了一个血魔顶着 转身往后拉 拉到了小怀的马超 露娜没有机会进场 但阿古多的一技能直接将队友的状态给奶回来了 上路位置连着是两条龙 只要赶紧去处理兵线 就这波马超的进场 其实想卡一个露娜不在的神经点 对 让他进去的话 他不太敢直接戳上去 不敢硬冲 对 他知道对面还有控制 像敌人杰的黄牌啊 包括一星 一星的大招啊 对 黄牌给到江城身上 好疼啊 敌人杰看猪日 再打啊 江城被逼处理一个大招 但是马超捅进去 就把桥七个秒了 这波马超立功了呀 还要继续打吗 这波团战 飞回了紫墨 一星大招 这边框到两人 露娜进场 飘一下 但是顿山架了一个大招 顶在前面 有点难输出 顿山再棒棒两个 他已经给出了一个复活马超 这里也没有太好的输出机会 反而是花卷 再收一个顿山的人头 完成了超神 双方打了个一换一 第一波是江城上去找到乔西 打小号 然后乔西反点 把竹日开了 逼出了江城的大招 然后马超这个时候就趁着乔西想往前追的那个动作 因为他开竹日了 对 去把乔西给戳死了 他堵一个心理 他觉得江城这里首先没有黄牌盯住了 打了一套状态 你还敢回来 我就开竹日打你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马超突然间出现了 乔西也没反应过来 看这波 王阳直接被马可大招加上一个冰箱冲击的冰 冰甲效果 晕住了 打残 但是江城自己走没有 被花卷收下了一个人头 马超冲进来 目标就是花卷 花卷被打出了一个名刀效果 被健身的大招给烫死了 那这波团战还是一个一换一射手 换的是中单的法师 江城刚刚也是胆子挺大的 他其实是想找个机会 把这个露娜给先秒一套 江城今天叮 乔西倒是叮得挺紧的 对 他想要利用自己大招进化 加上自己的冰甲效果 把乔西控死 这里露娜在进场 配合太阳的控制 先打断了盾身的举盾 盾身这里被黄牌命中了 架了一个大招 但是队友不好救他呀 不好救 看正面盾身顶不住了 被乔西迪神杰先行点掉 马可不在 老干迪大鹅正面的伤害还是差一点 有点缺 但马超这里还想继续往前走吗 没有大招 被太野运一下 小怀换出了复活啊 先上去打一下对面的血线 因为这条风暴龙王前 视野还有兵线一定得要扑过去 对 刚刚是一个四打次嘛 然后盾身正完了之后 北京微博其实自己的状态也不好 虽然是以多打少 这条龙还是不好开的 但是看一下暖阳 借助这个兵找建新 建新即使二一把暖阳弹开了 没追上 但这波暖阳可能要先走了 身上没蓝buff 需要拿个蓝 江城也要等一下 等他进化 这里蓝猫被秒了 花卷拿到了人头 蓝猫这个位置可能是想去卡一下视野 但他一个人 直接被北京微博四个人挤火了 对 那这样子的话少了一个大前排 很伤啊 还是个打野 看暖阳想要过来 打一套 吸两个 信誉开奔狼 上去留的是盾山 端着脸 被太乙炸了一下 暖阳飘过来 但是野怪已经没了 没有跳板了 回去先拿龙王 我觉得蓝猫这几波探草 战视野直接倒 也是因为他对于阿古朵的熟练度 可能没有其他的野核那么高 他玩的次数不多 阿古朵蓝猫这个赛季 只用过一次 而且是没有获得胜利的 对 所以他去战这个视野的时候 战得不是很谨慎啊 不是很老练是吧 对 风暴龙王的话 是被北京微博 以多打扫 拿下了 其实如果杭州老人家老鹅 拿到这个马盒 阿古朵马超体系能赢的话 其实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次突破嘛 对吧 但是目前为止 杭州老人家老鹅 还在打一个逆风 整体看下来 小怀这个马超 他个人操作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就打得很凶 也很果断嘛 但整体上 他们的配合 可能是因为 在比赛场上 这也是第一次嘛 蓝猫跟小怀的 阿古朵马超配合 没有那么的熟练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去慢慢磨合 但整体上 北京微博 这把暖羊 确实在BB上 他蛮好打的 这局他也把露娜 这个点打出来了 让对面 必须得针对 露娜 看江城一个人 在拿红buff 但暖羊也过去了 上落队友在压高 4打4 杀戮马可 盯着露娜的 因为露娜在反 他的红区 对的 这两个人杠上了呀 但暖羊他有逞的呀 他不交逞 他那个位置 其实也有优势 红buff刚刚还被 暖羊过来给 对呀 抢了 他就是在红区 去抢红 然后江城 不想放这个红 上去骚扰一下 看能不能试着 用意境地 把这个红buff抢回来 估计是暖羊 走过来的时候 靠着风暴龙王的电 把那个buff给电掉了 伤害太高了 上路的高地 不好守了 太一阵阵往前压 然后让敌人杰 被点塔高地掉了 沈默熙一个大已经过了 在上路位置 这个兵线也没清掉 下路兵线也在捧 看一下 紫墨被打掉了 三分之一状态 背回来了 沈默熙一个大招 打到了后排 哎呦 炸残了好多人啊 这波北京卫博状态 并不是特别好 马超被逼出了一个急跑 紫墨也被打出了 一个血魔之怒 马超还想在侧边 继续追 但身上没有大招 直接捅上去 被定住了 黄牌 直接打出了 马超的复活 乔西开了一个主人 被盾山抱了一下 小环的马超 进行阵 露娜 在上前拍 下路灯派起来两个人 暖阳先普攻 拿下了盾山的人 和马可转大进去 全是残血 打出了南阳的一个复活 但暖阳这里 还想往前飘一个灰月 但是马可 再点两下 点出了明刀之后 打出了紫墨的一个复活 但是龙兵 没有人能清了呀 他一身大一下 北京五毛 可以先点水晶了 让我们恭喜 北京微博 扳回一局 我们期待了很久 小环的这个马超 二四五二七啊 但是很可惜 第一局没有拿下胜利 因为马和体系 他其实不仅仅看的是 马超的个人操作 他也要看阿古多马超 这个配合的熟练度 对 整体的配合 其实他们这把 在几波战师野吧 包括关键位置 包括最后那波 风暴龙王为什么掉 也是因为蓝帽 在战师野的过程当中 一个人上去之后 直接被控死了 对的 他几波去开视野的时候 队友离他有点远 导致没有人能救他 然后再到后边 确实看到了这把 暖洋的露娜 在团人当中的 就是这个 没有人能限制他 他发挥的很好 北京微博 这局状态开始回暖 让我们期待 第四局双方的对决 把时间交给天文心 好 欢迎回来 其实我们在这场比赛的开局呢 一开始表达了 对于北京微博的担心 害怕他们因为前两局的状态 而因此崩盘 但实时情况呢 也狠狠打了我们几位的脸 对 主要是露娜这个脸 是真的没想到 尤其是打了中文老师的脸 对 因为之前看 之前看暖洋的那个露娜 在比赛里面表现啊 就真的十分让人害怕 让人害怕 现在呢 夜长大 分间爆炸 但是不得不说 他确实这一把的这个MVP 我觉得应该是他拿下了 而且拖着队伍在走 对吧 拖着队伍在走 他主要打出来的效果 就是七进七出 因为他每次进场的话 都是能用二技能开团的 对 这个其实已经是对露娜的 另外的要求了 对 额外的要求 还有就是杭州老跟地大鹅 这边的一个整体阵容 它的一个控制非常的少 只有小北的这边一个开团手 那后续如果说露娜 这个点进场的话 他很难限制 这好几波能看到 暖然的露娜 就是一个人进去飞五个 他不担心你 因为你硬伤害 不一定能惯得准 但我认为 实际上还是 老干地大鹅中期 有几波团是有机会打赢的 然后马超和马可 就是马超有一波是失误嘛 然后马可的话 他是有一波 有机会击杀露娜 但是差那么一点 没垫到那个露娜 实际上那几波团 也是没有抓住机会 这样的话 打到后面 没有那么好打的 因为魔抗一出 说真的 对于敌人杰对于一星来讲 玩的还是很舒服的 这把一星的 就是输出战比 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控制不够 所以他的 就想要击杀 露娜这个点就很难了 对最关键这把 你可以看到 中期露娜的作用非常大 就是这把 基本上在大团里面 很少出现断纳的情况 而且都是一打 打一大波又下位 是 今天我们花乐老师 再次用露娜 打顿山证明了 这个英雄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MVP 最终给到了 暖阳的露娜 诸恨害怕 我觉得这个点 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 因为这个赛季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微博在状态不好的时候 整体来讲 暖阳站出来的次数 相对来讲 跟以往比较少 就是说 还是说之前 前两个赛季 给他带来的 资讯上的不足 是能够 在前面的比赛 能感觉出来 但这场比赛 大家我相信 前两半看到了以后 已经能看出来了 微博这里 已经很麻烦了 但是没想到 这真的是暖阳这波 看到了选手的成长 对 看到了成长了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就是你在队伍最逆风的时候 能够开始站出来了 我觉得是对于选手来讲很好的一个突破 这可能你会成为队伍 就这种气质的出现 成为一个核心了 是 这个我觉得也是慢慢会打出来自信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有可能外界会有很多质疑 因为比赛场上 什么都大家都会 什么可能都会出现 对吧 然后用你的表现去回击质疑 那今天 可能对于小怀来讲 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堂课了 这个质疑肯定会出现 大家吹了这么长时间 压力也会随之而来 对吧 但这个是他现在来到KPL 所要经理的东西 我们现在再看到的 就是暖阳的 就露娜 你看 就他几次进场的开团 然后都是能保证队友能跟上 这是关键的一个点 这波就是小怀的马超第一次绕后 而且是马超 他对比他这一把 这个马超这个点 他最大的性价比的一次了 因为他只能去切这个敌人节 包括他开了几宝之后 他后续没有加速的技能了 他只能打那么多伤害 做拨跟露娜 solo 但是他防装出太多了 伤害是欠切很多的 这波的 刚才那波solo的话 其实暖阳都弄大很多细节 在马上每一次出枪要戳的时候 暖阳刚好飞 就刚好顺势躲掉了 你的那个伤害 所以刚才那波操作 是有细节在里面的 对 就感觉好像这段时间 也专门练过 肯定是练的 肯定是练的 因为我听说他巅峰赛什么的 一直在练 直播手也一直在练 想办法能够提升全队的士气 看看这一局 他们的沟通方面 是不是也有新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兄弟们 能秒数秒数秒数 能秒数秒数 这看是他 他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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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上面的 他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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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我拿我 看看看 洛大兄 上我上我上我 上我上我 你给我拿好了 我们上了 给他 给他 上路拉 接我接我 接我 接我 死了 给你拨了 别怕 来 往下拉 往下拉 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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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心 我 OKOK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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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阿姆斯 妈妈打包了 妈妈接住了 妈妈没接啊 乱走 乱走 来 乱走 没事 我妈妈接你 我妈妈接你 妈妈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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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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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多 别别别 走走走 就妈妈打就行了 我再来 先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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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波 他妈的 他妈的 妈都没 我抓了 等星期一波 不敢玩 把杀了 我们通过语音当中其实也听到他们在拿到了一些场面上的主动权的时候 他们的沟通还是很积极的 对 在篮区的那一波 暖阳说就是他是被马可追的那一波 他说了一句来接我 然后包括在他绕了一圈又绕到中左去 然后想要在中路借兵飞的时候 他也跟队友说了 把兵留给我 就他会有这些想法的话 其实在老干爹这个阵容没什么控制的情况下 他真的很好发挥 对 然后队友不乱请兵 他有踏板 能进能退 对 有踏板 而且现在主动表达这个话语的愿望越来越强 对 这个是之前就暖阳可能在前这个赛季比较少的一个情况 对 你看他现在有什么他说什么 就朱镕老师一直在对于这个交流这件事情他比较看重的 就之前聊到说我就算吃钱我跟你说一声 这个要求不过分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这局比赛能赢吗 没错 对吧 那包括他的进场打法也会给队伍带来很多的提升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就聊到这个花楼教练对于暖阳自信心 他不是算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聊到这个事情 就是他要提升自信 提升自信 就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怎么提升自信 包括提升自信怎么展现出来 就是说白了 队伍在前两局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说白了 他这盘说这样 中野的表现非常好 中野基本上把整个局势盘活了 然后像下路我说真的 乔西这把我也不知道前面在玩什么东西 所以但是现在是有人在盘活这个局势了 那么肯定了 有人被跟了 我们之前看过很多比赛 TG就非常明显 他上中一起试 上野一起试 剩下的兄弟们跟上 全盘活了 跟上了 那么就是今天这一场现在就是 好了 现在中野一起试 你剩下的兄弟能不能跟上就是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情绪的一个调动性了 因为本来前两局那么大就是自己的都是大大历史 就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嘛 15输掉了之后其实很影响心态的 但是第三局你用东纳这种英雄比较偏手法的 赢下来了之后 一方面是让自己对这个英雄更有自信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队员 其他的队友会更相信你了 对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把前面就感觉像没睡醒的一样 这样这一场这两个人把这个局面盘活了 那么后面是不是就可以拿些 就是你的阵容的想打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就能打出来 就是那种有科学合理性的东西了 对吧 就我们说不能说你都光通过这个选手的手法 个人的突然的表现了 因为确实这盘我觉得中野打得非常亮眼 真的非常亮眼 其实在这局比赛之前这场比赛中野本来可能是大家 诟病比较多的 但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打完之后 你会觉得说他先行站了出来方案 对吧 他们先行站出来之后 实际上对队伍的一个士气是需要有提升的 对 而且这把其实对于暖安来说 他既然拿了这个英雄给他的压力就很大 他必须要站出来 确实能限制他的人不多 所以这把暖安也是证明了自己 拿到这个英雄之后他能站出来 很丝滑 对 很丝滑 他也没有着急去进场 但是一旦看到你的CV他会想要去消耗一套 然后盾山的杯结束了之后 你看就整体都没有控制了 他就在里面乱飞 他就处理到那唯一一个对待有限制的点 唯一一个控制你都已经交完了 那其他还有什么控制 打的就很自由 包括这一波遇到马超之后完全不慌 不慌细节躲 然后有盾 其实这样一局比赛拿下 我觉得对于北京微博来讲 应该是很提升士气的一局 对 因为在前面大家其实期待了很久的马超 小怀的马超一直没有能够放出来 卡维赛没放出来 这局放出来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名声非常的响亮 对 就你击败他了以后等于是你会给自己反施加更多的信心 包括小怀他其实因为刚上场 他的这第一把马超 我觉得打的还是挺稳健的 他的出装就可以体现出来 他暗影战斧完了之后 双鞋 然后并横直卧 立马做了一件泳业 对 因为毕竟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主要是太多法伤了 而且这把能针对到他的点 就是露娜这一手也是法伤 所以他做这个装备没问题 但我觉得这种装备也让他中期伤害 没有办法完成收割 你作为一个1-0开局的马超 说白了血球在上面已经队友滚到你身上了 所以 然后你出了很多防装 实际上更多还是要去出一部分的输出 来保证中期还能把血球再滚起来的 但实际上他中期如果做输出装的话 无非就是跟露娜对碰的时候 就拼个你死我活 要不然我把你拼死 要不然你把我拼死 所以我觉得风险很大 但在中期爆团肯定是出输出装 所以就是你要想清楚你的任务是什么 你的主任务是什么 还有一定风险 因为我就是当局 如果选手要考虑到对面的阵容的话 肯定刚才在看到微博的阵容有三发伤 我觉得他做一个泳业会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对性价比高一点 我是认为这把他中路是个水蒙西 他下面是个马可 然后有阿古多王大战事业 在前面他拿到一个人头的情况下 正常来讲 这个露娜是不敢跟他对拼的 因为中路的线权一定在他手里 在他手里 你这把露娜又不敢跟他对拼 所以说是中期你压着别人打团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防装 他做防装可以 但他是不是做的有点太多了 所以就是两边观点其实有不同 时机的问题吧 因为中期那个时间点 露娜的精力跟他持平 但是他们有线权 他们有线权 这是很关键的 线权 线权在他们手里 是有线权 但是他下路杀了一个 下路杀一个 线权一定是差的 露娜跟这个马超在线权 皇城PK 是这个露娜傻 不是这个马超傻 因为别人可以先支援 对对对 但他主要有一个点是在于 打团的时候怕被法上限制 他就是太怕打团的时候 被法上限制 而且他打团 他手还比对面长 他为什么这么怕别人打团 恨家的意思就是说 他直接就是跟你硬拼了 我通过优势 鬼优势 让你不畏惧 我不敢往前走 我觉得防御装可以出 你没有必要出这么多 但老王可能是站在一个 新选手的心态上 我觉得作为新人 他不敢那么就是激进 对一上来之后 那时候所有人都是梦兰 对 但是问题是 这把宝已经压在你身上了 你一抢阿古的 一抢的英雄啊 对不对 宝都压在你身上了 还是控制太少 我觉得要能限制这个农娜 马可也能打伤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要跳脱出来 一方面是这个战术思路 可能对于小怀本人来讲 他肯定是特别紧 你想我们带出去 如果你是重生之舞的小怀 我可能打不出那么多马超的战力 但是我是他 我上场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着 如果没打 就这样就开始了 这东西你会很难受的 但是问题是 问题它是阵容核心 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的思考可能就不会站在 你队伍的角度之下了 你可能就会 要不然我总一点 这种思想就会出现了 所以可能会让他比较的难受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两支队伍 现在在这个属性上的一些不同 因为老年大鹅 其实在卡比赛 过程当中 做了一个人员的变化 做了个人员变化 他们也需要一点时间了 好 接下来我们也是期待 在找回时期的北京微博 在下局如何面对 这样的老年大鹅 老年大鹅在这一局过程当中 这个小坏会不会 自己发生一些改变呢 我们进入比赛 把时间交给结束